第21集 对 就是懵的 刚才灵血伤那招很厉害 如果我让他就这么喊下去的话 他几乎一定脱身 他一旦脱身 那我要再赢他就要大费周章了 而且我知道 他没有一 我也没有一 你们五个人有八个亿的几率低于50% 所以我决定赌一把 就这么简单 段天狼说着 转过脸看着龙过海 在赌局中 只要对方还保有理性和信心 你就几乎不可能让他输得一败涂地 但是 只要你彻底击败了对手的理性和信心 那么他就只是一只 任你宰割的肥羊而已 所以 最下层的赌徒 是只知道靠运气的肥羊 忠诚的赌徒 就是靠心理战术来取胜 而最上层的赌徒 最终决定胜负的 却是意志 这情形 就好像两只狼决斗一样 只要你倒下去了 就不会再有机会站起来 段天狼的话 让龙过海沉思了一会儿 好一会儿之后 他才长出一口气 点点头道 你说的这些话 可不只是在赌局上实用 在人生的很多地方都很实用 人生中的绝大部分事情 最终决定结果的 都是人类自身的意志 你别误会 我可不是在跟你讲什么人生哲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对赌博的心得 以后这种事情 你总不能老是麻烦我 你得自己应付才对 那是 不过 经过这次之后 我想阿雪很长时间 都不会再找我玩这种游戏了 龙过海说到这里 饶有兴趣的抬起头 望着段天狼问道 天狼 你平时 不是个很喜欢争相好胜的人呢 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 你有很强烈的 想要赢阿雪的欲望呢 龙过海的问题 让段天狼 微微愣了一下 也许是因为他很聪明吧 段天狼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 我看 也许是因为他很漂亮吧 龙过海冲着段天狼的背影 大声笑道 说真的 你们两个 变态天才男 VS变态美少女 称得蛮搭的呀 龙过海说着 笑了一会儿 才缓缓地转过身 想要回到包厢去 结果刚一转身 就看到灵雪伤铁青着脸 你说谁变态 啊 啊 当然 当然说段天狼了 你还说谁跟谁搭 哦 我是说天狼 跟你的同学蛮搭的 要是不介意的话 帮他们介绍一下吧 龙过海说着 咕咚一声 吞下一口口水 哼 谁跟他打 灵雪伤望着段天狼 消失在拐角的声音 用鼻子发出一声鼻音后 说道 不过是个发育得 比较早的臭屁枪约小子罢了 喂 他好像跟你一样的 他也是七岁 那又怎样 灵雪伤仰起头 凶巴巴地对着龙过海说道 龙过海见他这样 赶紧把头缩起来 不怎么样 呃 不怎么样 你老实交代 你怎么把他招揽到你这里来的 居然还是在超市工作 难怪人家在背后说你是花花公子 居然这样安置一个人才 怎么 你也觉得段天狼是个难得的人才吗 龙过海笑着说道 灵雪伤不服气的眨了眨眼睛 我只是说他是个很不错的手下而已 没别的意思 手下 龙过海睁大眼睛 看了灵雪伤一阵 然后笑着要头道 如果你真这么想 那你就错了 我想 这个世界上 可以让他做手下的人 大概 还没投胎呢 你既然这么说 那他怎么在你手下做事 龙过海嘟了嘟嘴巴说道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不过 我可从来没有当他是手下过 不当他是手下 那你当他是什么 难道 你还真当他是老板 现在还不是 但是 如果将来真有这么一天的话 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龙过海说着 对着灵雪伤笑道 走吧 我们回去唱歌 灵雪伤转过身 继续问道 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叫他老板 纯粹 只是好玩吗 也不是 我现在 是他的全权投资顾问 不过 是不收佣金 龙过海的话 说得有点轻描淡写 但是 灵雪伤听到之后 却是马上 惊得待在了原地 你重新进入 证券投资业了 龙过海转过头 看着灵雪伤 难以置信的样子 笑着问道 又不是火星人 攻打地球 你用得着震惊成这样吗 这可比火星人 攻打地球 让人吃惊多了 灵雪伤说着 走上前去 你已经 从华尔街的阴影中 走出来了 还没有完全做到 不过 最起码我现在 想尝试着走出来 龙过海答道 怎么会突然有 这种冲动 是因为断天狼吗 也不全是因为他 我自己也一直 想这么做 不过 他给了我一点启示 让我更清楚了解自己 他让你更了解自己 灵雪伤 眨眨眼睛 脸上露出有些迷惑的心情 是啊 就像他说的一样 我的骨子里 就是个赌徒 赌徒的命运 就是注定要死在 比自己贪欲 或者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下 既然自从出生那天 就已经决定了的命运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逃避的了 从前每当谈起 这些事情的时候 灵雪伤都只能 从龙过海的脸上 看到彷徨和痛苦 但是这一次 他却看到了淡然和平静 他忍不住摇头赞叹道 那个乡下小子 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 我相信 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他 龙过海说着 坏笑了起来 我有一种难得的第六感 这个乡下小子 总有一天 会像改变我一样 不知不觉的 把你也改变了 只不过 到那时候 可就比我现在更强烈了 好了 不要谈那个家伙了 灵雪伤说着 站住了 我跟你说件正经事 正经事 龙过海眼睛微微增大了些 什么正经事 既然 你有了重新回到 郑炫投资界的打算 那你 不如到我父亲的银行来认职吧 我想 他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龙过海笑着望了望灵雪伤 问道 我可是个亏损了数亿美金的倒霉蛋 你就不怕 我把你父亲辛苦经营起来的银行 给弄垮了吗 这我可不担心 我觉得 你当初只是运气不好 谁都知道你是天才 除了你之外 我还不知道有谁 可以在一年之内 用五千美金 赚到六百万美元的 到我父亲这里来吧 他一直想要设立一个证券部 只是一直缺少可以信赖的人 我觉得 你是最好的人选 我可以劝我的父亲 给你完全自由的资金使用权 并且 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年分红权 我很感谢你的信任 不过 龙过海摇了摇头 我不可能去你父亲银行认职的 为什么 灵雪伤略顿了顿 难道 你打算去跟你父亲谈 我父亲是个古板的实业家 他只相信可以用手摸到的东西 对证券投资 半点兴趣都没有 你准备 自己开投资公司 我暂时还没有那个勇气 那你 我打算 帮段天狼理财 对了 还有他的三个同事 龙过海 说到这里 笑了笑 我现在的管理权限 已经差不多有十四万人民币了 这可是比大钱 我的小心从事 十四万 灵雪伤不敢相信的把眉头皱成力团 我父亲最起码可以给你高他一万倍的资金 如果你业绩优良的话 就是五万倍 甚至十万倍 也不是不可能的 龙过海 吓道 相比你父亲的十四亿 或者一百四十亿来说 我还是对段天狼先生的财团 交给我的十四万 更感兴趣 灵雪伤难以置信的摊开手 为什么呢 想听真话 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 我不喜欢替你父亲工作 是因为 你父亲洗黑钱 世上 有哪家银行不洗黑钱 对啊 所以我从来不替任何银行工作 因为 我喜欢用我的聪明和狡猾 去获取我所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卑鄙和阴暗 龙过海说到这里 吞了口口水 把头捶下来 对不起 我这话 说的似乎有点刻薄 没什么 灵雪伤摇了摇头 你只是说出了事情 好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龙过海财手 看了看手表 我想先回去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买卖股票了 我必须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 而且我明天还要早起 我要带天狼去开户 灵雪伤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 好吧 不过 如果你有一天想要自己开投资公司的话 你可一定要预留股份给我呀 没问题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会的 龙过海说着 笑着对灵雪伤扬两手 转身趁要离开 这时候 灵雪伤又问道 既然明天就要开始买股票了 那我想 你一定早就研究过了吧 可以告诉我 你准备买哪个国家的股票吗 龙过海达道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三年后 在这段时间里 任何一个没有关注过中国A股的证券投资人 都应该被取消执照 中国A股 灵雪伤想了一会儿 又问道 那可以买什么股票啊 只要是金属类的股票 随便挑一只就可以 不要说的这么随便 你具体告诉我几只 龙过海几乎是想也不想 就顺口念出了一堆股票的名字和号码 之所以会如此熟悉 是因为 他对这些股票实在是研究的太深了 他龙过海 虽然好几年没有进入过证券投资业 但是他对各国的股市的关心 可是从来都没有懈怠过 早在那天晚上 跟断天狼谈话之前 就已经有一堆股票代码 烙印在他的脑子里了 这几天的时间 他只是将它们整理出来而已 啊 差不多了 就买这十只吧 买了以后放在家里不要看 一年以后 你会笑得做梦都睡醒的 嗯 好的 我会把我所有的私房钱都拿出来的 灵雪昌点点头 一年以后 当灵雪昌偶然翻到一分争圈报的时候 他发现 2005年到2006年中旬的十大牛骨 分别是龙过海口中所说的 然后 灵雪昌才记起自己曾经买过股票 他于是打电话去查询自己的账户 当他听到自己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的时候 他为今天的决定感到无比的懊悔和哭恼 早知道这样 就该去富奇银行去贷款了 当然了 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的灵雪昌 并不知道一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知道掏出手机 将龙过海刚才提到的十只股票 全部记录在手机里 然后站在走廊里 恨恨的自言自语道 段天狼 你这个臭小子 你到底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竟然这么轻易的 把我关注这么久的龙二哥 轻而易举的给拉走了 害我那么多功夫都白费了 臭小子 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 一直呆在山西煤矿里喝醋 偏偏跑到上海来给我捣乱 可恶 段天狼狠狠的一连打了两个喷嚏 打得鼻子都差点掉了 段天狼掐指都算了算 一响二骂三劳倒 两下 谁才骂我 啊 记起来 好久没有去看金月了 段天狼说着 赶紧把PDA套了出来 调出电脑界面 轻车熟路的直奔金月 金月的那台电脑 不出段天狼所料 那台电脑正开着 连写字板都打开放好在桌面上 很显然 金月早就在等他了 对不起 我这几天发生了点事情 所以没有来得及过来 教材你看得如何了 段天狼写道 哈 师傅 你终于来了 教材看完了 真的写得太棒了 看起来明明很深啊 但是我一看就看懂了 看完师傅你的教材之后 我再去看你推荐的其他教程 一下子就看懂了 这感觉 真是太妙了 看到屏幕上出现这样的字 段天狼小小的吃了一惊 他对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 并不像他自己对逻辑思维能力 那么有信心 他原本以为金月会看不懂的 当段天狼正想着该怎么回话的时候 就看到金月又写道 师傅 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建议想要跟你说 这件事关系着全人类 段天狼想了一会儿 在写字板上写道 怎么 是要入侵火星吗 写字板上出现了一个表示悬晕的字符号 师傅 你也说的太夸张了吧 是你自己说事关全人类的 我只是把事情说得伟大一点 好让你同意我的建议 好吧 那你说吧 你的建议是什么 师傅 我在遇到你之前 已经在很多黑客论坛逛过了 可是我所学到的东西都非常有限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论坛 会将一个菜鸟交成高手的系统交成 更加没有谁会像师傅你那样把计算机的原理说得那么深刻 但是又通俗易懂 我觉得像全世界像我这样对计算机技术有兴趣的人 但是又求学无门的人一定有很多 所以我想建立一个论坛 把师傅教给我的东西放在论坛里 另外把师傅推荐给我的参考书目也放在论坛里 供那些像我一样的人学习 师傅 你觉得如何 看到屏幕上出现这样的对话 段天狼开始有些犹豫起来 以段天狼的本意来说 他是很乐意帮助更多像金月这样的人 但是王莲的警语犹在耳中 一个黑客最起码的素质就是懂得隐藏自己 而金月越是这么做的话就越将自己暴露出来了 尽管以自己的谨慎来说 这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对于一个高明的黑客来说 越是小的可能性 越是致命的 正当段天狼犹豫着的时候 金月又在写词板上写道 师傅 你知道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在全世界有多少吗 不说全世界 就光是全中国 我敢说 最起码有几百万 他们这些人 全都和我一样 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着 一心想要往上走 但是却一点机会 一点希望也没有 师傅 我知道你是高人 就像黑客帝国里的台子一样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你不该 只是想独善其身的 你该伸出手来 多帮帮那些 和我一样 对你翘首以待的人 师傅 段天狼从小就在乡村长大 他的前17年 就一直都在社会的底层生活着 对于底层人的痛苦和渴望 他和金月一样清楚 所以 当金月一开始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眼前就马上闪现出 那些在他身边出现的人和脸 那些满脸疲惫 满脸彷徨 同时又充满渴望的脸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你怎么老是那么煽情 我看你 不该学习计算机 你该去做推销员 呵呵 师傅 你是不是答应了 嗯 就按你说的做 但是有一条 你必须记住 否则 我随时中断跟你的联系 不要说一条 就是一万条 我也答应你 不许向外界泄露任何 与我有关的信息 你在论坛发布教程 以你自己的名义发布 外人问起 你就说是你自己一边学习 一边整理出来的 我给你的教材 都是由潜入深的 所以 你这么说 可以解释得通 这太没问题了 师傅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 我把教材放上去 那一定会有人问问题 你懂 那该怎么办呢 你把问题收集起来 我会全部回答好 放在你的电脑里 还有 万一有人问的问题很急 那该怎么办 你的问题还真堵 好吧 我答应你 我只要一有时间 就去你的论坛看看 如果是特别急的问题 我就帮你回答 那真是太好了 师傅 告诉我 你到时候的ID是什么 我每次登陆 都会注册不同的ID 师傅 你还真是小心 起身呢 不愧是高人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的话 我下了 晚了 有点困 第二十二集 师傅 等一下 还有事 这个论坛 虽然是我建立的 但是 它实际上是师傅你的论坛 而且 01这个名字很酷 所以 我想把01 注册成管理员的账号 以后 发布官方信息 和回答问题 就用这个账号 可以吗 只要你不告诉 任何人01这个账号 与我有关 就可以 这太没问题了 那我下了 师傅 再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 最关键的问题 想要跟你讨论 论坛的名字 叫什么好呢 我对取名 不在行 我想了一个 叫做乌托邦 你说好吗 乌托邦 这是什么东西 师傅 你又在调戏我吗 你这么冤博的人 会不知道 乌托邦是什么 这个 地球人可都知道啊 地球人都知道 段天狼眨了眨眼睛 看了看四周 虽然没有人 但是 他还是觉得有点尴尬 哦 好吧 这个名字很好 就用这个 我下了 三天后见 冰天雪地 高空翻滚三百六十度 裸宋师傅 什么乱七八糟的 段天狼一边从金月电脑里 退了出来 一边嘟囔着 从金月的电脑出来之后 段天狼就开始进入搜索引擎 输入了乌托邦三个字 大概半个小时后 段天狼终于知道 乌托邦是个什么东西了 搜完之后 段天狼挠了挠脑袋 看来 我是该多读点跟计算机无关的书了 第二天 在去荣天证券营业部开户的路上 段天狼对龙过海说道 总经理 能借我五百块钱吗 发了工资还你 你怎么还叫我总经理 你才总经理呢 你全家都是总经理 你现在可是我老板 以后可不许这么侮辱人了 谁都有自尊的 龙过海不满的大教导 要是换了陌生人 肯定被龙过海这屋里头的话 给弄得莫名其妙 可是 自从认识龙过海以来 段天狼几乎从没听见过龙过海说过正经话 所以 现在听到他这么胡言乱语 也不以为意 不叫总经理 那你让我叫你什么 龙过海呵呵一笑说道 啊 叫小海就成了 听着亲切 段天狼想了想 一脸认真的说道 我还是叫大海吧 听着有气势 大海 龙过海睁大眼睛 看了看段天狼 这也太傻了吧 你还不如叫大傻呢 段天狼点了点头 那也成 大傻和大海 你选一个 嗯 那还是大海吧 你刚才说什么 借钱 龙过海打了一下方向盘 车子转了个弯 对 五百 发工资的时候 你在我公司里扣 龙过海笑了笑 没问题啊 月息一粒五 不满一个月 算一个月 不是说是朋友吗 怎么还这么黑 朋友归朋友 生意归生意 没办法 这年头 经济环境恶劣 呵呵 到了 下车 先把钱给我再下车 这才多少钱呢 还生怕我不给你似的 真是的 我的人品 你还没信心吗 龙过海拉起手刹 一边从钱包里拿钱 一边说着 我对你的人品 简直太有信心了 段天狼接过龙过海的钱 下了车 手里拿着一张地图 四处张望起来 龙过海看他这样子 奇怪的问道 你干嘛呀 东张希望的 怎么跟美国特务似的 我在找书城的方向 书城 你想买什么书 买点历史方面的书 我想多了解一下历史 历史 你不要告诉我 你突然想当历史学家 龙过海说着 走到段天狼的身边 我想学历史 让你觉得很奇怪吗 段天狼反问龙过海 如果金月听到这番对话的话 他一定会一边流汗 一边自言自语道 原来 他这么在意那句话 不奇怪 你说你是外星人 我也不奇怪 龙过海 伸手搭着段天狼的肩膀 不过 在你决定去书城 当历史学家之前 跟我到交易所逛过吗 说不定 你会改变主意 突然想要当个投资家呢 跟着龙过海 走进营一步之后 段天狼看了看四周说道 人好像不是很多呀 是啊 现在市场很淡 中国政府 大力推行股权分制改革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市场预期 将会有数以万计的 非流通股减持 流入流通市场 这将给本就清淡的市场 带来毁灭性的冲击 甚至有的专家说 股指要被打回五百点 龙过海说到这里 不屑的摇了摇头 五百点 能够说出这种白痴话的人 居然还好意思 称自己为专家 那你觉得股市会到多少点 接过龙过海递过去的正线之后 窗口的工作人员 狠实八卦地抬起头 反问道 龙过海信心十足地说道 从现在开始 将会有中国股市 有史以来最为宏伟的一波牛市 三年之内 股市点数将冲到五千点以上 五千点 工作人员露出白眼 看了看龙过海 没有说什么 只是不屑地摇了摇头 你不要摇头 龙过海看了看工作人员 抬头看了看大厅里的电子表 现在是2005年7月21日 上午10点31分 在2008年7月22日 11点13分之前 股市一定会冲高到五千点 你记住我的话 然后每天盯着大厅里的指数牌 当然 这三年内 你没有被开除 工作人员舔了点舌头 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劈了啪啦地盖了一阵章 给段天狼把户开好了 然后对他们俩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哼 处你们发财吧 注定一辈子只能帮别人盖章的家伙 收起工作人员递过来的证件 还给段天狼之后 龙过海稍微走远一点才说道 说完龙过海又拉着段天狼说道 走 我们去交易大厅看看 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交易大厅 里面聊聊落落的坐着几个老大爷在打瞌睡 还有几个欧巴桑在打毛衣 一边打一边用上海话拉着家常 看到交易大厅这么少人 段天狼不仅有些奇怪地问龙过海 我们中国人难道这么没有赌性吗 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赌性 是四年前的熊市 已经把中国古名书麻木了 龙过海说着对段天狼笑了笑 不过没有这四年的折磨 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抄底的机会了 段天狼说道 看起来你好像很有信心呢 现在这个时候 就算是有只猴子炒中国A股 也会赚钱 不需要什么信息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还这么少人呢 股市就是这样 只有没几个人在里面的时候 才能赚大钱 龙过海说着 看着交易所那块不断滚动的股价牌 问段天狼道 如果让你选 你会选什么股票 段天狼摇了摇头 在没弄清楚游戏怎么玩之前 我是不会下注的 不用那么认真 随便选选 段天狼再次摇摇头 我从不随便下注 只有肥羊才会那么干 见到段天狼这么说 龙过海只能无怠地摇头道 你还真是个顽固的家伙呀 你呢 你想买什么 我还从来没有操作过中国A股 所以我想保守一点 买航天 宝泰 红毒航空 这三只股票 这三只股票 都可以长期持有 就算纹丝不动地持有 我相信 这三只股票 在一年内的回报 也不会低于300% 如果我做波段操作的话 做得好 回报将会在500%到600%之间 而一年之后 中国股市将会开始编的火爆 到那个时候 我对中国A股也已经相当适应 我们就可以放弃长线策略 开始肆无忌惮地操作短线 充分享受风牛带来的暴力了 照你这么说 一年之内 最多也只有六倍的利润而已啊 段天狼砸了砸舌说道 拜托 你现在是在股市 你以为是在赌场吗 年回报率600% 已经差不多是个神话了 不过 如果是2006年的话 回报率 差不多可以翻倍 如果发挥正常 两年之后 你们四人财团的资产 应该是1000万左右 段天狼转过头 看着龙过海问道 如果真是这样 那你是怎么用5000美元 一年之内赚到600万的 段天狼的话 让龙过海略为愣了一下 原来你也这么八卦 这不算八卦吧 顶多算是好奇心有点过剩 我可是把小宋 他们全部的身家都交给你了 对你证券投资方面 要是一点都不了解的话 那怎么行 看来你这个老板 倒也不算是甩手掌柜 龙过海笑了笑 在美国的时候不同 我那时候 不仅仅仅是在投资股票 而是在做更有风险的东西 比如期货 外汇等等 而且在那里 有很好的融资渠道 一美元 就可以只回上百美元的资金进行投资 回报率 不是普通股市 所能相提并论的 断天狼站在原地望了一阵 指着交易大厅上的价格牌 问道 似乎是有两个点数 一个是1069点 一个是2826点 你说的是哪个指数 1069点 那个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点数 通常只为户指 2826点 那个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通常为深指 户指无论是影响力 还是市场容量 都远大于深指 所以我们一旦说股市指数 一般都是说户指 户指比深指大 那为什么它的指数 还比深指低呢 这是因为计算指数的方法不同 什么是指数 简单的说 指数可以被认为是 股市总体市指的标志 这么说 你认为股市的市指 在三年之内会翻五倍 是的 五倍 龙过海无比肯定的说道 中国政府刚刚发布了一个公告 人民币正式宣布升值 并且开始不再单独跟美元挂钩 段天牢听到这里 便摇了摇头 不用跟我解释了 我相信你的能力 既然这样 我就相信你的判断 你不必再跟我解释什么 按照你的想法 去做就好了 我不是想跟你解释 我是想教你一些炒股的方法 难道你不想学吗 不想 段天狼摇了摇头 股市需要计算的方面太多了 不可确定性太大 我不喜欢玩这种没有把握的游戏 可是 你不觉得这样才有意思 才刺激吗 一点也不 你赌博是因为你喜欢赌博 我赌博 只是因为我想赚钱而已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段天狼说着 看了看交易所价格牌 不过 我倒是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看了这么久 看到每只股票 最高的涨跌都只有10% 是被人为的控制住了吗 是的 股票的涨跌上限 都被规定为10% 一旦达到10% 就被称为涨停或者跌停 股价不会再变动 这种设置 是为了压制股市过度的投机 这样的话 我对股票就更加没兴趣了 这太不自由了 段天狼说着 摇着头就往外走 隆过海赶紧追了上去 说道 其实 也不是所有的股票都这样 是吗 那有什么特例 权证 权证 段天狼眨眨眼睛 这是什么股票 确切的说 权证 不算是一种股票 不过 它可以像股票一样 在证券市场买卖 所以 跟股票没有什么差别 权证 香港人们称它为 涡轮 它的投机性 十倍于股票 十倍 段天狼似乎有了兴致 他看着龙过海 可以出来听听吗 当然 见到段天狼感兴趣 龙过海 很感谢地解释道 全球 最早权证 诞生于1911年的美国 它的英文名 叫Want 权证分为好几种 包括认股权证 配股权证 背对权证 和可转换债权证等 不过 在中国股市 准备推出的 主要是认股权证 认股权证 分为认购 认孤两种 每一种权证 都有一个标的股票 比如说 有一只股票的编号是 00001 价格是10块 这个时候 这只股票 如果发行认购权证 只要购买了 这种认购权证的人 他就有资格 按照认购权证 发行时 写明的购买价格 购买这只股票 而如果他发行 认股权证 那么购买了 这种权证的人 就有资格 按照认股权证上 写明的价格 出售这只股票 简单的说 市场预期标的股票 看涨 那么认购权证 就上涨 认股权证就下跌 反之 则认购权证下跌 认股权证就上涨 不过 权证的波动性 一般都比股票剧烈 而且 还有一小博大的特点 投机性 比股票强很多 差不多接近期货了 龙过海顿了顿又说道 现在 流行的权证 可分为美式认股权证 和欧式认股权证 美式权证持有人 有权在最后到期日前 任意交易日 要求旅行执行 而欧式权证持有人 则仅能于最后到期日 当天要求旅行执行 百慕大权证 综合了美式权证 和欧式权证的特点 刑权日期 是在证券到期日之前 最后几个交易日 这些话听起来有些枯燥 但是断天狼却听得津津有味 他天生对任何规则都极为感性 啊 这么说 权证的涨跌是无限的吗 不 倒也不是 权证也有涨跌幅 不过它的限制是125% 这就拥有了足够的炒作空间 中国股市在13年前 就已经尝试过权证交易 就是因为权证市场交易的投机性过强 长期出现暴涨暴跌的现象 所以 有9年前就被叫停了 这次 如果不是为了股权分治改革 为了国有非流通股票实现全流通 这个注定过度投机的品种说不定 就不会在中国股市出现了 断天狼又问道 中国现在有权证上市吗 还没有 目前沪深两大交易所 都只发布了权证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支权证 还要一个月以后才会上市 这支权证的名字叫做宝钢权证 它的标股是宝钢 编号是580000 听完龙过海的话之后 断天狼问龙过海道 这支权证你打算买吗 龙过海摇摇头说道 我一开始不会买的 我刚才说过了 时隔九年 高度投机的权证重回市场 市场的反应一定不理性 我们不能跟着也不理性 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之后 才决定是否进入 断天狼略想了想说道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买的 不过我最多持有三天 无论是什么价格 我都会卖掉 为什么呢 龙过海温道 和那些不理性的人玩 然后在他们变得理性之前离场 在赌场里 再也没有比这种人赚得更多的人了 我相信在股市里也一样 龙过海沉默了一阵 然后很郑重其事地说道 我真的很认真地建议你 跟我学习一下如何投资证券 我相信 要不了一年 你就会成为顶尖的证券投资专家 我已经不再是13岁了 对于不能操作的赌局 我完全没有兴趣 不过 如果我选择玩的话 我会玩权证 不会玩股票 断天狼说着 看了看龙过海 既然看准了骰子的点数 自然要下大数才行 如果股市 真如你所说三年内 可以涨五倍的话 那么未来三年 势必将会是 认够权证的天下 断天狼说完 转过身 进步离开了证券营业部 而龙过海 却还在他的身后 若有所思地 喃喃自语着 断天狼说过的那两个字 操作 一个月后 8月22日 宝刚认够权证 正式上市了 上市当天 便以1亿7600万的巨量 买单封筑停长 两天后 8月24日 宝刚认购权证 单日交易量高达30亿 占到整个上海证券交易所 当天总交易量的三成